4.5米 保证一下角度 当然可以看到很多烟 这样来提定的遮蔽作用 木炭是绝对能够吃的 我们去狩猎 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外 我是陈墨 今天我将暂时停止野外武器工具内的拍摄 我们先来为大家拍摄一期野外庇护所的搭建 我想这也是小伙伴们非常期待的内容 好,继承我们节目的一贯风格 我们废话少说,直接开工 在野外搭建遮蔽所 就跟搭建房子一样,先需要主粮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加盟一位新的小伙伴 就是我这一把的JEPT小斧头 然后如果是使用我的维斯小刀的话 可能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进度 好,废话少说,我们先来取材料 好,现在我找到一块地方 非常适合搭我们的庇护所 这边我们的山面 我们的山面都是有二极灌木 一些翅林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好,现在我们先来砍一些原木 砍几棵小树 来做我们的主粮 好,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然后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遮蔽锁 是三角扩棚遮蔽锁 然后这个遮蔽锁是非常的简单 制作起来也非常的快 我们现在我就非常少说 我直接来做给大家看 看到没有 我们需要做的是用两根短一长 两根短的原木 然后把我们的长的这个原木把它给架起来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左边 然后这边再架一根原木 我们就有一个三角的一个坡棚 结果就是这么简单 我现在来做给大家看 我们还需要一根原木 好,我来比一下 把它裁剪掉 我们两根短的原木要一样长 好,确定这根原木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砍下来 大家注意不要同一个方向砍 砍一会之后,换一个面 大家注意,我们砍较粗的原木 V字型的 V口 两边砍 这样的话才能够很快的把它砍倒 好 这根原料我们先放在旁边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确定一下位置 好,我们看一下,确定一下位置 好,我觉得差不多 好,然后再利用我之前教大家制作绳索的方法 好,然后再利用我之前教大家制作绳索的方法 我们先来取两根灌木树皮 然后我们来把它捆扎一下 把这个三角结构捆扎一下 好,我刚才已经拿到这个灌木的皮 把它包下来 然后 我们来捆上它 这个三角结构 这个三角结构 我们的上面的这个 末端已经插到后面的图里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稍微把它固定一下就行 另外,我是只是 做一个演示 我没有打算做为长期的庇护所 所以我就不再 做得那么详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 在砍一些小灌木或者是原木 然后 顺着我们的这个主支撑杆 然后 并排的插下来 一直插到后面 整个两面 两个面 这个三角的两个面 全部插满 然后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庇护所的墙 好,现在我去找材料 好,我现在收集了很多材料 刚好今天我来拍摄遮蔽所 刚好现在正在下雨外面 没关系 应该在雨室没有扩大之前 能够把遮蔽所做好 两面 这个短了一点 长一点 把另一端插到这个图里面就可以了 刚好今天给大家拍庇护所 然后 就在下雨 真的是爽歪歪啊 这个庇护所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的庇护所 非常简单 后续我将给大家打造非常温暖舒适的遮蔽所 现在我主要是担心我的摄像机会临湿 这个短一点的,我们可以把它插在这个后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庇护所已经有一定的形状 基本上已经成形 看到了吗 我已经全部用树枝把它两边给遮起来 它是一个三角骨架型 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做最后一步 我们砍一些小的树枝 然后把它给比较散乱的放在这个墙面上 就是,现在墙面有很大的缝隙 我们无法用树叶来覆盖 我们先砍一些小树枝把它覆盖在这个墙面上 然后我们再收集地上的这些树叶 然后把它盖在我们的遮蔽所上 然后我们再把里面我们睡觉的地方把它给清理一下 这样我们的庇护所就算完成 我先收集一些树枝 好,现在我已经把右侧已经覆盖 我现在收集第二批树枝 然后覆盖左边 把它给均匀的搭在上面 然后填补这些缝隙 现在雨开始越下越大了 刚才我没有开摄像机 是因为我怕把那个 我摄像机没有防水罩 我怕把摄像机给淋湿了 看来还不够 我再去收集一些 我先把摄像机关上 我已经用树枝 把我们的庇护所的外层已经盖上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庇护所已经基本上成型 刚才没有拍摄是因为下雨 没有摄像机防水罩 然后我就这么一台摄像机 如果被雨淋湿的话就没有东西可拍摄 好,我刚才整理了一下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庇护所的内部 不能够用原始的落叶的积累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要把它清出来 以防万一里面有小虫之类的 蝎子之类的 我刚才把最后的一批的里面的树叶 我现在把它给搭上 搭在我们的庇护所上面 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完工 我要赶紧的 不然我的摄像机会被雨淋湿 再把漏洞捕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雨越下越大 我们来进到庇护所里面 暂时避一下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庇护所 一个人还是比较宽敞的 然后因为今天下雨 刚才我们收集树叶也没来得及 然后有一些地方 比如入口处 和后面我们放脚的位置 我们睡觉的时候脚是朝里面的 然后那个 如果可能的话 明天我会来继续把它给修补完成后 再给大家看一下全景 但今天我们的视频 基本就到这里吧 然后我相信主要是我们的制作过程 然后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的庇护所的大概的样子 然后基本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庇护所的那个主要结构吧 然后主要就是我们的两根的 这两根的主框架 三根主框架 两短一长 大家记住 然后我再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庇护所 也是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 还剩最后面的我们放脚的位置 我没有采集足够的材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摄像机 摄像机也没电了 然后现在雨实在是太大了 大家能看到吗 暂时我们以后的节目 我会在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庇护所1.0版本 第一个原始版本 在这里拍摄 做后续的一些节目拍摄 然后以后的话 我们可能考虑做一个树屋吧 一地六米高的树屋 地点其实我已经看好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